歡迎打開Roby頻道 銜接上一支關於性愛自修士的無雷評論 如果你還沒有看的話 可以先點選這個地方 今天的主題是 性愛自修士的劇情評論 馬上進入正題 我最討厭的角色就是Maeve了 我最喜歡的角色就是Maeve了 你是哪一派呢? Maeve真的是這部電視劇當中 負責劇情起伏的那一個角色 劇情主線的高潮和低潮都跟她有關 一開始我以為她是一個不良不良 獨立自主的酷女孩 後來讓我們慢慢認識到她深厚的故事 無論是破碎失能的家庭 階級差距很大的男朋友 幫別人寫的作業卻得到了文學獎的首獎等等 還有最早設定的當富這個標籤 不管你喜不喜歡這個角色 她都可以說是被編劇虐得最慘的一個角色 於是合理的看來她是一個最非主流的角色 離主流觀眾最遠的一個人物 我們可以在某些地方的劇情當中對她感同身受 但是很多時候無法了解或者是認同她的行為動機 我自己是相當喜歡她去墮胎的那一集 讓她在這個巨大的事件之下 終於可以表現得像一個普通的青少女 需要被照顧 需要有人陪 需要被關愛 我自己對這個角色最喜歡的地方是在於說 編劇是用撥洋蔥的方式 讓我們一層一層的看到這個角色的內在 第一季結束之後你會覺得這個角色你還沒有看透 它還有很多你沒有看見的面相存在 另外一個很多人沒有辦法理解的角色 就是在第一集當中掏出她的 那個來給全校同學看的 Adom 看到一半的時候 我還真的不知道這個角色還要怎麼繼續發展下去 感覺她就一直卡在那邊很討人厭 她和她身為校長的父親之間的關係不斷的雪上加霜 又感覺不到有任何和解的可能性 她幾乎是這裡面最衰的角色 也在第一季的最後算是一個真正的輸家 應該很多人跟我一樣 對Adom 都是一直到她和Erika 課後輔導的那一場激情戲 才華人大悟原來編劇壓了這一首伏筆在這邊 當然在那一集表現了她是一個深貴的同志 那我覺得重點不只是她的性向那麼簡單而已 她就像是Erika 的反面 在中間Erika 試圖要隱藏自己的模樣 成為父親口中的硬漢 當然我想這邊是她完全誤會了父親所說的話 Erika 可以說就變成了Adom 的形狀 莫名其妙地用暴力解決問題 直到Erika 在教堂當中領悟到了 要愛自己才是最重要的這件事情之後 她才得到了解脫 也和父親完成了和解 反之Adom 是害怕真實的自己 她完全無法一點都不想要做真實的自己 有些人真的是這樣的 因為她不愛那樣子的自己 從她不想要自己巨大的養具 這句台詞來說 她就是一個不喜歡自己的人 無論是內在或是外在 我希望我可以成為一個普通的孩子 和一個普通的孩子 但她也一定很早地就決定 自己不想成為那個樣子 封閉了自己的內面 所以我說重點不在於性向 而在接不接受自己 於是她在最後成為了最最悲情的角色 演出很精彩的Erika 在前兩集的時候我還覺得她還蠻可憐的 因為她被秉除於在那個性愛門診之外 但後來發現編劇把最好的故事線都給了她 她是一個出櫃的乳蛇同志 來自一個非裔的移民家庭 每天都要面對著恐童者的霸凌 一開始父親也無法理解她 我很開心的看到父親也沒有完全的否定 要成為... 那樣的男人你希望我成為父親 她生日和Otis約好要去看搖滾芭比的那一集 真的是第一季當中最黑暗最震撼的一段 可能小時候我常常掉東西吧 我完全可以體會那個當下的感受 還在走回家的路上被人毆打 她不斷地受到現實社會的打擊 然後勇敢地爬起來成為更美麗的花蝴蝶 主角Otis應該是在童年的時候 目睹了父親的外遇 然後又因為自己把這件事情講出來的關係 造成了父母親的離婚 因為這樣子的緣故 讓她對於性這件事情上面有著心理的障礙 其實就和Maeve一開始說 她不交男朋友是一樣的道理 兩個人都因為上一代所給予的陰影 對於性或者是兩個人之間的關係 有著巨大的恐懼 因此只要遇到對的人 然後用對的方式 或許就能夠幫助他們走出來 打開自己的心房 最後一集的最後Otis打手槍的那個畫面 真的是蠻好笑的 他演得有夠誇張 我覺得這部影集一直在用打手槍這件事情 去比喻追尋自我 或者是人生什麼很重要的一大步 我想應該會有一些味道人士覺得 這真的是教壞年輕人吧 我自己是覺得好像有一點點太over啦 這樣說的話我有一個學弟叫綠眼鏡 他就可以成為 青少年成長教育的代言人了 當然這部電視劇最討人喜歡的角色 對我來說絕對是那個 大家去他家開趴的Amy 他學會自衛的那場戲也是超好笑 看起來呆頭呆腦的他 卻又是很善良的人生勝利組 我也很喜歡Ola和Lily 這裡面的女生角色都很有趣 很特別 很有自己的個性 另外一個人生勝利組的Jackson 則是被困在自己的舒適圈當中 以及兩個媽媽的巨大控制之下 這一季他的故事是有點可憐 比較像是Maev和Altis之間的主愛 完美的天才男友 但卻只是Maev向往的一個幻影 不是真正心靈交和的對象 希望下一季裡面他可以有一點成長 然後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向 不要只是人為肥皂劇劇情當中的一個角色 還有很多的角色都很值得分享 美男子安娃 媽媽的水電工情緣 為愛爬上月亮的Lan 還有裡面談到很多這個是在對於王子公主那種 浪漫愛情的看法 對美好的戀愛可以說是不起不帶沒有傷害 都是心愛自修室裡面很特別的地方 真的是少數這麼精彩的喜劇影集 正面又不說教的去討論性的議題 同時他也常常展現青少年青春無敵的活力 - Your earliest memory of your scrotum - Trust me, you don't 在第一季這麼成功的口碑還有點閱率之下 已經確定會有第二季的製作了 讓我們一起來期待 應該是在明年他的上限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超超年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國畢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影集 我們下支影片見了 掰掰 掰掰 by bwd6